我想到30年前我還在念大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台灣沒有像現在有這麼多媒體 尤其電子媒體 那個時候台灣只有三家電視台 大政軍控制的三家電視台 沒有任何的廣播電台 沒有任何的電子媒體 也沒有網路 裡面的媒體 剛剛瓜吉說中國時報三直報 但是很抱歉 中國時報老闆就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聯合報也是 唯一只有一個叫自立暴信 自立晚報 還會講出台灣的聲音 那個年代是這樣子 我們作為年輕的一代看不下去怎麼辦 我記得我愛我同事的朋友 就像今天一樣 我們騎著小摩托車到處去噴漆 去丟雞蛋抗議媒體壟斷 經過30年 台灣媒體終於開放了 有這麼多的媒體 但是開放之後媒體 發生了什麼問題 各位開放之後 是台團加上政治力量結合起來 進入媒體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上個禮拜 當香港有兩百萬人民站出來 反送中 換句話講 每七個人就有一個香港老百姓站出來 抗議送中條例 當全台灣幾乎大部分的正常媒體 當全世界的國際媒體 都在報導香港兩百萬人站出來之後 各位 你知道在台灣 有哪家媒體 一個字都沒有提的嗎 恭喜 哪一家 哪一家 恭喜 是不是應該讓他下台下假 恭喜 我們能夠忍受這樣媒體 繼續在台灣流下去 要去傷害我們嗎 恭喜 各位台灣是個民主的國家 台灣是個開放的社會 但是今天來自中國的獨裁力量 他結合台灣內部商業的力量 要用民主的形式來破壞我們民主 我們怎麼辦 我們怎麼辦 我們是民主的國家 我們是開放的社會 他要利用我們民主來破壞我們民主 各位 今天 不只待場的所有朋友 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全世界 包含美國 包含香港 包含德國 對不起 香港還沒有 美國 澳洲 法國 德國 全世界民主國家 都知道 我們必須建立民主的房間 來捍衛我們民主